現場的媒體朋友還有各位影迷 大家好 我是徐均晃 歡迎來到2023台北金馬影展 經過昨天的開幕之後 今天我們將會迎接我們今天首映的電影《復讀青年》 那今年這個舞台比較特別就是這個舞台會一直在這邊整個展期 大約有20部電影會在這邊舉行首映活動 迎接超過100位電影的人 現在我們要歡迎的是由金馬影后魯心潔 也擔任監製導演王李宇的第一部劇情場面 入圍七項大獎 包含最佳新導演 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配角 最佳新演員 最佳攝影 最佳造型設計 最佳原創歌曲的復讀青年 我歡迎導演王李宇 導演幫我們看一下中間的攝影大哥 還有左前方的攝影 還有右前方的李銘 好還有中間的林同友 好我們謝謝王李銘導演 接著我們歡迎新年入圍這家藍片角的陳澤耀 謝謝王李銘導演 現場相當熱情 這要幫我們看一下中間的林同友 我們看到左前方的影銘 接著是右前方的影銘 好我們謝謝澤耀我們旁邊稍待一下 接著我們歡迎入圍這家男主角的吳康仁 可以讓我們看一下中間的女朋友 好左前方的南無友 來看中間 好左前方的 assigned 梅女友 跟間尾 然後右前方的 好 我們謝謝康仁 那我們三位員是不是台上進行合照 台上的是我們論迴這家新導演的王李霖導演 跟兩位男主演分別是瑞耀哥 王康仁 我們中間的名字沒有嗎 喔 今年金馬60 大家比60 我們還有右邊的影名對不對 好 謝謝曹菲 你都很熱情 右邊看一下 對 好 好 那導演幫我們旁邊稍坐休息 我們台上是兩位主演 兩位在戲裡面演手足啊 非常令人動容 都開始欺負地點了 來 這就這一顆 來 這就這一顆 哇 兄弟比了60 好可愛 謝謝 好 那我們導演我們回來拍一下 然後請工作人員遞個麥克風 我們跟三位演員聊一下這部電影 副都青年的創作歷程 首先我們問問看導演您創作 從之前監製分別人稱 開始到這一次創作 副都青年 您的起源是什麼呢 呃 主持人您好 呃 主持人您好 文老師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呃 呃 其實做副都青年 呃 我一直希望 每一次 說一些在我成長的地方 就是馬來西亞 這個這片土地上面 都關於人的事情 那因為人的事情很多 那我想講人的情感 那可是在情感上面呢 我又希望有帶出馬來西亞 目前面對的一些不同的議題 所以這次副都青年呢 我就選擇了身份的這個議題 來 呃 副都青年去傳達 提到他一些關注的 對 嗯 對 導演剛剛提到 這個身份的議題 這是這個電影裡面 最重大的一個主題 那除了台上兩位主演之後 我們戲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是Money姐的部分 那這個角色的故事 是您在甜調的過程中找到的嗎 還是您想要透過這個角色 這個表達成了嗎 呃 首先我想補充一下 副都其實就是在市中心 吉樂坡市中心一個老社區 那這個社區還有一個古老的菜市場 那 呃 馬來名字叫副都 那中文字義叫副都 那呃 其實在裡面住著很多不同的人 種 比方說勞工合法的 非法的變性人 貧窮 貧窮家庭或者副都的人 呃 等等 所以變成說在甜調的當中 其實我們會發現到 不同的人都在數學做生存這個問題 所以Money姐這個角色 自然而然就會延伸在我們的片名裡面 對 我看到片中有一場 噢 不能透露太多喔 那場戲 尤其是看到桌上的展燈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感動 我想大家對 呃 就是另一個景點的面影 對啊 那個之境 待會影迷都可以在片裡面找找看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事情 是 好 那我也好奇到底是怎麼找到富度市場這個地方呢 呃 其實我們在久了多久了我們都知道這個菜市場 是 那我們來問問跟康仁 您這一次在富度青年裡面演這個大哥 因為我們剛剛還看完您的影集嘛 裡面有一個被可能容易被認為是失職的哥哥 但這一次我認為是楷模哥哥啊 你的心情怎麼樣 嗯 其實當哥哥不容易 就是因為我本身沒有一個 我本身是弟弟 那 整場過程當中 其實 對於家庭跟親情的感受 並沒有像 富度青年裡面的阿芭拉迪這麼深刻 那也因為 嗯 特殊的關係 我們在飾演的是馬來西亞 一群 得到身份證的族群 那我們看是華人 但其實我們其實 當中我們的協議有可能有混到 其他周邊的國家 那 這一群人當中 在這麼底層的生活 這麼掙扎的狀況下 反而會培養出一種特別革命的情感 那 我在裡面跟阿澤在飾演的感受就是這樣 他會超越可能 一般有寫人關係的親情 你在戲裡面在市場裡面工作 你有真的跟那些工作的夥伴相處到嗎 他們是無極的工作人員嗎 經驗怎麼樣 其實富度這個地方很特別 剛剛導演說的味道 其實大概 他們凌晨三點半就會開始有卡車經過 凌晨三點半是汽油味 然後早上的時候會有那種露水 會有一種蒸氣的味道 然後到三點半收工的時候 下午的時候 就反而會有一堆內臟啊 然後剩菜啊 的那種味道 然後再加上馬來西亞的太陽一蒸發之後 然後再加上他們的老鼠大概很早就會上班 大概下午三點半就會上班了 你就會看到非常多的老鼠 有Micky Micky在街上 而且他是不怕你的 他完全不理你 然後但是就是你太靠近他 他就會讓個位子給你 然後 然後你就會跟他做很近距離的相處 然後我們上班的地方是殺雞的 所以我們很多在街坊裡面的老公朋友 其實都沒有身分證 但他們會隨身帶著護照 隨時他們會說如果要跑 你們看你們要不要跟 那我就會跟助理說 等一下我跟他哲如果真的被靈檢 我會跟著跑 因為我們要感受去 他們要躲去哪 那就是請他們不要跟著我 因為他們那邊 就是因為有那樣的革命情感 其實大家沒事認證 可是生活在那個陰暗處 他們還是會找到自己生活的規律 跟生存之道 是 剛剛我們說到Micky的時候 哲耀好像特別有共鳴 那在馬來西亞生活的經驗 或是在那個市場拍攝的經驗怎麼樣 因為我是馬來西亞人 然後我們去到富都拍攝的時候 因為我跟康仁哥哥 我們在市場其實一直上班 在雞灘那裡 偶爾我們會在那個街道上面 就是一面走著去感受這個環境 然後一面去聊這個角色的背景 對 那我剛剛笑的是為什麼 因為你走在這個巷子的時候 你可能會看到前面有一坨黑色的東西 然後你走近的時候 他們就會散台不見你 然後你過了以後他們又回來了 都是Micky啊 都是Micky啊 對 所以我剛剛拿完裡面就想到那個畫面 我就說 唉唷 有點 會有點那個 會有點怕 剛剛還有說到逃跑的經驗 但戲裡面也有逃跑 是是是 各式各樣的逃跑 因為在說沒有身份這個故事嘛 這個議題嘛 是 那阿邦跟阿迪都沒有身份 對 他們都尋找自己的身份 那 像正式生活中我們接觸到的一些 呃 移工 他們真的就放著自己的這個passport 不護照 隨時真的就要逃跑了 那我們在電影裡面也是有 一開場其實 就幫一些移工做假證 證件啊 護照啊等等的 然後就被抓 然後就逃亡 這樣子 那個那場其實也蠻難忘的 嗯嗯 是是是 那你戲中也一直帶著爆生子 爆生子是類似出生證明的東西 對 出生證明 那他是那個複印的 Polostat 是這個樣子 嗯 對 就是折耀的角色在裡面 有為了這個身份證啊 吃進各種苦頭啊 還有 希望可以 就是為了這個身份證 然後要做一些艱難的決定 結果引發的劇情中 重大的轉折啊 這個戲你怎麼準備的呢 呃 主要我覺得就是 好好生活嘛 去感受一下阿邦跟阿迪 這兩兄弟 在副都 這一個環境 然後我們多去認識一些 以工朋友 沒有身份的朋友 聽他們的故事 其實 我覺得 因為我們這個角色很難說 今天我要去 呃 揣摩 或者是做什麼去做一個準備 反正你要去多聽一些 當地的人 真實沒有身份的人 他們面臨到的 事情是什麼 他們的古蹤是什麼 對 所以我們其實花了大概一個半月 去雞灘 上班 殺雞之外 我們還去學手癒 還去跟一些 聾雅的朋友們 我們私底下吃飯 去聊天 那兄弟之間 其實應該私底下 要怎麼樣 去做一個溝通 怎麼簡化這個手語的部分 對 對 兩位在戲裡面 用手語溝通 這個是特別訓練嗎 或是你們發展出來的 是 那些康人的角色都是 因為導演在設計這個 富途的兩個青年 希望一靜一動 那安靜的是客客 那比較躁動的是弟弟 而且他又放進了一個 比如有一種隱喻的感覺就是 如果你在馬來西亞沒有身份證 其實基本上你很多權力 是得不到的 你沒有辦法去銀行 存錢 你沒有辦法有駕照 沒有辦法坐公交車 那你有上升很多公民的權利的時候 其實你不管多大聲的呼喊 多大聲的抗議 基本上你就跟是一個聾雅人士是一樣的 所以他在把這個聾雅 類似像聾雅人士的特色 基本上他就已經是一個 就算你能夠發聲 就算你能夠說話 你也不會讓 沒有辦法改變任何事實 可能大家對馬來西亞的現況 沒有辦法了解 因為一般正常來說 是有紅色身份證 藍色身份證 那紅色只是居留證 那有很多人是因為 沒有正常的婚姻關係 爸爸可能是馬來人 媽媽可能是緬甸啊 泰國的外勞 那可能他們就結婚 有了感情生的孩子 其實基本上就算有出生證明 你都未必可以申請到 正式合法的身份證 所以可能對台灣 我們台灣人很難去理解 我剛到馬來西亞的時候 我也得到了很大的震撼 原來跟你長得一樣的人 類似的華人 但他沒有身份證 而且是他會喪失到 很多基本的人權 那你就會重新的去 用另外一個角度去認識他 因為對我們來說 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對他們來說 原來得到一個銀行存款 是這麼的困難 是是是 哇你在戲中有一場 我不能透露太多 但是有一個接近五分鐘的長鏡頭 我看的是 肅然起敬啊 待會進戲院的影迷 一定會 受到那場戲的感動 是非常非常棒的演出 那最後就是問問看三位 首次入圍的心得怎麼樣 從 走藥開始好了 從我開始嗎 對啊 當然就是 很開心啊 對啊 情緒其實 那時候我知道入圍的時候是很激動 很澎湃 特別是導演 因為我跟他合作十幾年了 然後聽到公布 就新導演的時候 我眼眶都紅 對 我那時候很激動 然後到公布自己的時候 聽到秋生哥 說我的名字的時候 我就喊 喊出來了 好激動喔 我覺得就真的很謝謝金馬 讓我來到這個大家庭 我覺得非常溫暖 因為這是屬於所有電影人 引人的一個家 嗯 那導演您 入圍新導演 我覺得 讚讚讚啊 哈哈 棒棒棒 大家都有看有說 不是你啊 知道讚讚讚嗎 那一天 公布的時候 當委老師 念了我的名字的時候 我 我知道因為這個同事們 你比我喊得很大聲 太激動 真的嗎 對 我很開心啊 入圍就當得獎 因為我覺得 這是人生 就電影人做夢想之一 金馬的入圍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對 好難喔 好難好難 都總算得到這一刻 我們好好享受 歡迎 歡迎 那康倫首次入圍 就是職工影帝 現在的心情怎麼樣 其實我沒有拍過太多電影 那甚至拍了很多藝術片 那可能票房也不是太高 但我自己覺得我對電影的夢 是來自於演藝 然後我既然拍不到電影 那時候我就在想 那我就去拍電視劇 那我就去多累積 自己表演的經驗 去實現自己對表演的好奇 那不斷累積到現在第16年 那入圍金馬獎 然後 有一點小有趣 是因為我拍的是馬來西亞片 就超級有趣 超級有趣 我覺得這就是電影的魔力 你有時候都不知道 演員都不知道 你飾演的是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才能 因為那個角色 踏入到金馬的殿堂 那我很高興 因為我昨天開幕片的時候 開幕片我有參加 然後開幕九會也去了 我真的對於 大家把自己最心愛的作品 端到金馬裡面來 然後彼此分享 然後彼此告訴大家 就是彼此分享這部片的好 然後大家看過之後 也會去好好的去祝賀 多喜歡五月雪什麼 多喜歡孤獨紀念 那那一種愛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像哲耀說的 金馬的大家庭 金馬獎 把所有愛華語電影的人 聚集在一起 讓我們一起好好的玩 一起好好的開心 好好的去慶祝金馬六十 那就恭喜三位入圍喔 祝福三位得上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三位女人 謝謝 來著時刻 先讓 謝謝